OK 我就开始了 一个一个 罗马帝国的地图 你们现在看到的是罗马帝国地图 就是这个Roman Empire 我们有7个地方要去 所以我就从头给你们做一个复习 就是我们一个一个去 我们第一个去是Colozium OK 所以你们看到的是Colozium的景点 当然不知道你们走来走去 我们是去上课的 我们来进去 然后我们就进去看 走错了 走错了 不要跟着我 不要跟着我 我走错了 所以我再进来 OK 所以我们来进回去 OK 这边有一个图书馆 一个图书的 YES OK 所以我们再进回来课本了 OK 所以我们再复习 你们不要走去 先拿 Colozium是什么来的 Colozium是 它就标志罗马帝国的强大 罗马文明的强大 这个是第一个 主办的活动是Glertatus 这个要知道 所以highlight都是一个重点来的 所以我现在我是给你们讲重点 就是重新复习多一次 然后就讲完这个罗马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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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讲完了了 好 所以呢 Colozium可以做多个人 可以做5万个人 所以它是可以跟现在的 所以它是可以跟现在的 变得皇帝 罗马皇帝 然后呢 他见了过后呢 他儿子才见好 就讲了他是第一 他想要见 可是呢 他儿子来见完呢 就是他的titus 他的儿子的titus 不是读titus 这个是titus 然后这个是Colozium 然后等一下出来 来 有地方出来吗 来 你们自己找一找 什么地方可以出来的 到来吗 有ACSIM 看到ACSIM 你们自己发挥一下 你们的寻找的能力 好 终于走出来了 好 这边讲出来 这边 好 我们走出来这个 Colozium OK Colozium呢 现在 哇 OK 好 回到罗马帝国的版图 我们看第二个 Pantheon 好 这个Pantheon呢 我们都看过了 只是给你们再看一次 它是一个罗马的 希腊的柱子 这个Pantheon 好 我们来进去 找重点 来复习 好 来 我们去这个 课本的那边 OK Pantheon Ella Binaen Percuba TheTurple3Dunia 什么意思呢 就是现在最大的那种 宗教场所 Percuba 它是呢 拜什么神的 它是拜 Dewa David Rome 它是拜 罗马的神 早期的时候是拜 罗马的神 诶 讲跳舞的 Zack是吗 是按Zack 按跳舞 好 继续是按透明的 F呢 是喷彩带 不过 不需要 不需要 好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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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cus Marcus Visenius Eripa 这个见了 这个是当时的一个统治者 后来呢 他被毁了 然后呢 后来又被这个皇帝 叫做Hedron Hedron 你要记得他名字 这个名字呢 会出现两次 他这边有出现过一次 就是Pendeon 他重新见过 他重建这个Pendeon 然后呢 Pendeon 是照着这个Eunani OK 记起来是希腊的那个建筑风格 他的柱子是希腊的 OK 然后呢 下面一个洞点是Oculus 就是他里面呢 有一个洞呢 就是让太阳照进来的 这样的话呢 可以自然采光 就讲呢 里面很早上就很亮 不用安装那些坨啊 那些灯那些 OK Oculus 好 来 放完了了 OK 所以我们来找出口 出口在哪里 有人写的东西是吗 OK OK 来 That's it 好 来 出口在哪里啊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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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吗 出口 OK 爬肚子 爬肚子 OK 好 来 我们看第三个 Anvitator Anvitator呢 它跟Colossium很像的 它其实是小型的Colossium Colossium 主要是在罗马 罗马市里面 Anvitator是在其他地方 叫Anvitator OK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重点 你们不要出去先 有人走掉了 看到有人走了 好 我们来看课本 OK 然后 Anvitator呢 是Colossium Mini 小型Colossium OK 大家知道 它其实呢 是一个Glangang的Buka 它是一个公开式的 露天的那种广场 好 之后我们用了表演 然后呢 甚至有Gladiators 过这个是地方的 它不是中央的 它不是首都的 OK Hupperbentok Lingkaran 就是一个圆 Lingkaran 是一个圆的 Lingkaran 好 整个罗马帝国呢 有230个 230个 很多 整个帝国很大 所以230个 这种广场 好 最出名的 这个Anvitator呢 是在Tunesha LDGEM 被容纳1万6千个人 以及这个 Ellester 容纳2万个人 在今天的法国 以及今天的Tunesha 好 这个呢 就是 Anvitator Anvitator呢 就是大罗马人 他们去看节目的 好 来 我们找出口 出口在那边 出口 可以 出口 来 找到了 OK 好 出口 来 出口 这个是很明显的 就是一个地方的出口 OK 来 第4个 我们看完第三个了 好 第4个 好 第4个呢 这个Aquitac Aquitac 这个水稻 你们等 你们等下我呢 等等我 好 来 我们看这个水稻 Aquitac Aquitac呢 是什么用途呢 Aquitac呢 就是 就是呢 它会把水呢 晕到每一家每一户 就是晕水的 好 它出来晕去每一家每一户呢 它有晕去Colozium 因为有时候呢 Colozium 会举办那种水战的 这个之前我给你们看过的影片 就是 在水里面 表演那种海洋战争 好 第一个Aquitac呢 是这个Aquitac 在公元前312年 好 Marcus 这个Marcus呢 也出现过 Marcus当时这个 罗马的工程师 他是负责建这个 Aquavigo 然后呢 最出名的这个Aquitac呢 是这个 Port du Gard OK Port du Gard呢 是法国这个三层楼的 等下我们去看到 看到的 Port du Gard 好 这个小图呢 是讲整个水道的那个运作 它们有那个Systems 就会过滤水的 就可能有些水呢 是排去 呃 去表演的 有些水是哪里喝的 有些水是哪里做别用途的 所以呢 会有分层不同的水 OK 这个是它的功能 好 来倒一下出口一下 让它免出口 好 这个呢就是Port du Gard 三层的Aquitac 第一层是最小层的 然后第二层 然后第三层 好 OK 好 这个是 我们看下一个 OK 来 我们去下一个 就是 Dumbad Mandy R1 OK 在水里面了 在水里面 我们来游泳先 来玩水 好 我们游啊游啊游啊 好 我们去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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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一模样的 OK 所以这个呢是 Dumbad Mandy 公共洗澡堂 公共澡堂 为什么有这种地方呢 因为呢当时罗马人他们相信呢 呃 卫生跟清洁是很重要的 他们觉得一个人干净的 就是一种 Cohitopan Badamad 这个 这个 东亚王就是这个 字呢就是 文明的生活 啊 谁不冲凉 谁就没有文明 一般上那些蛮人啊 那些巴别人是不冲凉的 然后 因为他们连水都没有的喝啊 还来冲凉 罗马人的水源很足够 很多 Aquitag 所以他们有机会可以 用来冲凉 除了冲凉之外呢 也包括厕所 有些马桶 或者是 呃 我们屋路是在按摩的 所以有一些按摩的 按摩池的 按摩 图书馆也是有啊 图书馆在里面 也是图书馆 一边看书一边冲凉 这样都失掉了 总之有一些地方是冲完凉过后 会出来看书 Billet Reha就是休息中心 然后Bersena是在里面做运动 最出名的这个 这个澡堂是这个Karakala Karakala 它是罗马的皇帝 而且可以容纳1万 1500 1500个人一起冲凉 整个水应该是很肮脏 1500个人一起冲凉 就好像游泳池 其实算是一种泳池 以前没有泳池 所以这种算是一种游泳池 不过它冲凉 应该是 有些是分男女的 所以有些地方应该是可以裸露全身的 尤其是男的 很女的是不同地方 所以这个有点像日本那种 那种浴池 日本有浴池 浴池也是类似这种公共洗澡的地方 好来我们 离开这边 这是出口 好来 你们找到出口没有 来来来来 OK这边 好来 接下来是这个 Tempo Patahana 来长城 中国有长城 罗马也是有长城 罗马的长城看到吗 这个Hatron Wall 罗马长城跟中国长城不一样 中国长城它其实是 类似一个能够中间可以让人家走的 可是这个罗马的长城 它真是一道墙 一个围墙 它就顶着那种野蛮人 好我们来看这个 他的课本的讲解 好 罗马的这个长城 这个Tempo Patahana 就是来保护罗马帝国 通常是保护 因为当时 有很多那种 野蛮人 那种比较落后的民族 所以他们就保护罗马 当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长城 这个主要是在 英国这边 英国最远的领土 最远的国间是在英国 所以有一些长城 有一些比较小的堡垒 叫做Malcastel Malcastel是一些 就是每一个围墙 有一个部分 是建一个城堡的 就保护 所以有派军队 那边派军队驻守 然后这个围墙 所以建的是Hedron Hedron的名字 除了建围墙之外 还建什么地方 还记得吗 那个Pandeon 他重建那个Pandeon 给他重建那Pandeon 所以这个皇帝名字 要记起来 他建围墙 这个Pandeon 也建那个Pandeon Pandeon是他重新建的 所以这个是Hedron Wall 一共是117公里 然后高5米 你看他的高度5米 就讲一般的人 是跨不去的 好像我的高度是1.8米 所以至少要三个我 要三个我才爬到去 所以当你爬去的时候 找到被罗马人给杀掉了 因为这个是有士兵在驻守 好了我们看最后一个好了 来出口罩你 好最后一个就是 这是Jalan Ryan Rom 罗马的道路 好这个呢是个地图 哎 为什么放地图啊 你们现在看到这个地图呢 有橙色的那个条文的 就是罗马的交通 罗马的公共道路 你看到他道路啊 遍布整个帝国 包括英国南部 这边你看这个Hedron Wall 看到吗这个 哈德良长城 所以这个Hedron Wall 是罗马最远的边界了 不会再远了的 所以上面全部是野人来的 那些落后的人 南部呢都是罗马的 控制范围 这边呢就很多人很多野人 你看到吗什么萨克逊人啊 什么夸迪人啊 什么什么 妄达尔人啊等等 这些野人呢 他们呢都不在罗马里面 所以呢那边就没有公路 没有路的嘛 完全没有建路给他们 所以全部路呢都是在当时 罗马帝国里面 比如说现在法国 看到吗高卢 这个意大利半岛 然后呢这边希腊 全部都有罗马的公路 然后呢 这个是土耳其这边 都是属于罗马帝国的 包括这个亚利三大城 这边你看到吗耶路撒冷 这个耶路撒冷的这边 这全部呢都是 罗马帝国的范围 所以罗马帝国呢会建路给他 OK所以呢我们来看那个图书馆 这个图书馆 好来找到吗 图书馆 阿兰人 阿兰人是个野人的 也是巴巴人的 也巴巴人 好来我们看最后一个了 去不到 去不到 所以原来 Rome呢他在500 公元前500呢开始建路 建这些马路了 这些路啊它主要呢是连接每个城市 你看到那个地图呢没有什么城市的 主要呢是用来做什么 行军 打仗用的 巴上人民比较少用啦 因为当时也没有旅行啦 就打仗运那个军队的 它是一个 然后呢后来呢 因为是打仗用的 所以那些马路呢 会建有几层 有大石头 小石头 一些碎石头 是方面那些马车 马车轮子可以走的 所以那些马车啊 那些军队啊 他们行军的时候啦 他们就不会走得很辛苦 所以这个是罗马的一个 伟大的发明 就是马路 虽然马路是看起来很 好像很普通啊 可是呢 我觉得马路呢 在古代啦 真的是很罕见的 因为毕竟你要做一个路啦 然后又不会被埋掉了 也是不简单 好这个路呢 它呢旁边有水沟的 有龙杠 看到吗 这个龙杠呢 来干嘛 就是呢 排水 它不会让那个水啊 就是不会让有寄水 因为你一寄水啊 这路就完蛋了啊 所以呢 他们还蛮聪明一下的 就讲呢旁边有水沟 那下雨沟呢 那水就流去两旁 就啊现在 我们现在马来西亚也是 这马路是这样子的 你去看街上的路啊 中间比较高的 两边都比较低的 就让水流走的 流去水沟 有一个排水洞的 所以古代呢 也是有这种想法 他们知道呢 如果有水的话呢 这个路就会走不掉 好 来我们现在回到去那个 罗马的地图 好 这边哪里出口 哪里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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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L-O-L这边 好 请问谁能够在这个地方找到出口啊 这边有很多很多地名啊 很大 很大 OK 从埃及啊这边 啊 希腊 还有没有怎样推到怎样回去 对 讲回去哦 有没有出口 那是谁找到的 其实很容易的啦 一个logic就是找那个 重点的地方 我们讲什么 我们这个地方是什么 啊 这个地图是罗马 所以我们去罗马 啊 罗马在哪里 罗马 罗马帝国的首都在罗马 啊 这边罗马 OK 我们就去罗马 OK 好 所以呢 这七个地图讲完了 好所以呢 这个是我今天为大家准备的 OK 好来我们来拍一个大合照 好 好你们 OK 我拍个大合照啊 好你们站在 不要站 站在泡蜜啊 OK来看面向我 我screenshot起来 OK来 1 喂 喂喂喂 你们 好拍个一张啊 来 123